人晚上该睡觉啊 你说你到七点钟再睡了四点 那你怎么不晚上督促啊 十二点前睡觉呢 你为什么要等到我早上起来的时候督促啊 一直提醒你早睡早起啊 爸爸一直提醒你早睡早起 那你可以在我睡觉之前说让我早点睡 不是等我醒了以后我没睡够 然后你再让我早点起好吗 爸爸一直在说孩子 一直在说孩子 你知道吗 你在说 那我睡觉之前你怎么没说呀 你是一个成年人 一直说要每次你睡觉 我睡觉前几点睡 你说我是成年人 那我几点起你要管啊 对啊 理由就是成年人你要自觉 不要反过都要别人说啊 你就是说人家自觉管你身体 已经做得很不香话了 知道吗 孩子 我怎么很不香话 我周末睡觉很不香话吗 是啊 到大白天你睡觉当然是很不香话的了 周末稍微晚一点 也是七点八点钟起床 你要不报警 把这警察去说吧 好吧 你要觉得我睡了 睡 周末睡觉担扰你的话 好吧 这事情怎么能去麻烦警察呢 警察人家都有成本的 都用了国家的税收的钱 你要警察要处理很多重要的事情 你这种小事 你去麻烦警察 那不是很难 你学一点知识好吗 孩子 这种事情不要去麻烦警察 好不好 你要警察他来抓小偷 有什么那种 有各种营重的事情 你就把那个警力 都用在自己身上很自私的 好不好 警察也是公共资源 不是说哎 我想报警就报警 你知道麻烦警察 那你为什么觉得 不觉得你闯进别人的房间 不停的干扰别人 是不麻烦别人的 啊 你说你工作很忙 那你早上怎么有这么多时间 不停的不停的 闯进我房间呢 不是你的爸爸呀 我觉得我要教育你啊 你这抓我什么呢 你跟我吵架是教育我吗 就是没有跟你吵架 爸爸现在跟你吵架 你一直在跟我吵架 整天早上一直在吵架呀 我现在不是跟你吵架 我是跟你讲道理 知道吗 我不觉得你这在讲道理 讲道理是好好讲 不是闯进别人的房间 突然讲突然讲了 那应该怎么办 你自己小心的 你看你不要拍抱 你拍你这个桌子乱成这样 其实你自己拍吧 这是一个正常人的桌子吗 我的桌子上有很多书 有我的电脑 有什么问题吗 这是书吗 你看看自己看看 你自己昨天吃的东西 还放在这 自己吃的饭 你自己你把它拍下来 你自己杯子 你看你自己这个 多少型的垃圾 是正常的人吗 孩子 你把它你自己拍 你把它拍下来 对我拍下来了 好吗 好你拍下来 这是你闯进我的房间 一次又一次的理由吗 不是爸爸 这是理由 爸爸是提醒你 这不是爸爸闯进你 爸爸是敲门 你没有敲门 我没有听见你敲门 我每次都敲门了 你没有敲门 现在快12点了 孩子 你12点以后 他也不停的进我房间 不敲门吗 我敲门了 你没有敲门 你怎么站起来 你敲门了 我说你没有敲门 你不能开我门 你睡觉了 你也没听见 知道了 我只是告诉你 不能一直睡觉 孩子 你就是敲门 我也没有说 同意进来 好吗 你这么大的人了 12点还在睡大觉 爸爸不放心了 知道吗 你不放心 所以要进来 能够吵架吗 没有吵架 我现在是跟你吵架 你在跟我吵架呀 没有吵架 是你绝对爸爸 你爸爸是多出你 不是跟你吵架 知道吗 你都说什么呀 都说你早点起床 让我说 我没有睡过 我还要睡 没睡过 你睡前母纳 在睡着睡呀 懂吗 好不好 可以 但是你没必要多吵架 没有吵架 没跟你吵 没有跟你吵 那你为什么闯进我的房间 不停的跟我说话呢 这不叫闯进你的房间 假如是外人 都要闯进你的房间 你对我来说 你是个外人 因为你现在在我房间 我没有同意你进我的房间 你要正常起来 我是你的爸爸 我有多出你的义务 你要做一个正常人 正常人都是早上 可以 我正常人每天陪你吵架 行吗 正常人 你要是想在我房间 可以 我奉陪你 跟你吵架 可以 你要是想到处我 我每天都这样 可以每天都你 你现在二十三岁了 孩子 爸爸还要给你付学费 还给你付生活费 你自己要珍惜 你要是整天睡大觉 爸爸为什么还给你付学费 付生活费呢 到处你不要做一只寄生虫 好吗 可以啊 欢迎啊 可以啊 那我们互相监督 不要总说你觉得 你我是寄生虫 你监督我 最巧了 互相帮助 这不叫互相监督 互相帮助 互相多多多提醒 可以啊 互相帮助 是这样的孩子 这个不是害你 是帮助你 真的帮助你 可以 我们以后互相 我也想办法帮助你 那爸爸要感谢你 孩子 你咬了每天去你弄 爸爸没起床 你就去提醒爸爸 爸爸真的很感谢你 真的孩子 可以 我也想互相监督你 就是你 就是监督 是帮助 我也想互相帮助你 我觉得你现在 没有在工作 爸爸这么晚 你就去工作了 孩子 嗯 你以后多帮助爸爸 爸爸也帮助你 好不好 这种都是水 可以 嗯 我说我要吃 你腾出来吧 只有一个 谁要吃多吗 还说 就是你的菜 你让我 我给你 我没有饭吃 你让我点外败 我点了 你说我不给你 你让我给你 点外败了吗 石磷你回亲口去住吧 好吧 你不要再跟爸爸闹了 你回亲口做饭 还可以给你停 你在这闹 爸爸 我就看到有一锅饭 我今天杀你50分的还没吃饭 结果你这个自私做 你自己吃了饭 不给我留一口 然后我自己 在外面 我点了外面 两点钟才能送到 懂吗 你怎么这么自私呢 你这个疯子 我不是你的室友 懂吗 你怎么能自己炒菜 不给我吃一口呢 我都看到了 有多少菜 在锅里 行行行 回去吧 回去吧 你才是疯子 懂吗 我收到了 收到了走吧 回去吧 疯子 叫你啥呀 你住在房子吧 你住在我的房子 我不能吃菜呀 你个人吃掉了一锅 有什么利益 你还跟我说 你个人吃掉了一锅菜 还跟我说 你就是要吃掉一锅菜 不给我留一口 现在是爸爸工作时间 不要跟爸爸闹了 你爸上网 爸爸工作丢了 你就没钱了 我不管 你今天就准备把我饿死吗 我12天55 我说我要 看到厨房要有菜 我说我要吃菜 我都给我烧 你是什么东西 我都能吃菜 我说我要吃菜 你跟爸爸丹缘 你来个人家 好吧 我要吃菜